《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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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東京灣區 到紐約灣區去 那時候我們覺得很震撼 相信我們越趕快到灣區 一定會比他們更強更大 成為世界第一名的灣區 現在大陸的投入 那我們也可以在這裡享受到 那麼多的選擇 是一個只要你付出力 就能看到收穫的地方 近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 恒情台商總部大廈有限公司 以3.4億元人民幣 竟得恒情新區一商業用地 標誌著台商正式進駐恒情投資 我是恒情台商總部大廈 我的出生地恒情是粵澳深度合作區 與澳門僅有一水之隔 待明年建成後 這裡將重點發展四大產業 我也將盡我所能聚集更多台商企業 與他們一起成長 在我身上 凝聚了許多老台商的心血 他們的成就與信心 照亮著我的未來 我是李明輝 來自於台灣省嘉義縣 在1997年的時候 我來到祖國大陸珠海市 建廠開始生產 根據絕大部分是外銷 歐美 加拿大等地 年營業額大概是在1000多萬美金 我現在是擔任珠海市台商協會的會長 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在珠海恒情 召開了一次全國台啟年的會長會議 大家都有這麼一個構想 要在大陸發展的話 應該要有自己的一個大的平台 好的平台 恒情它是自貿區 所以我們首選是地球設立在恒情 我們對越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非常具有信心 包括我們廣東省政府 我們珠海市政府 也一直希望我們台商 鼓勵我們台商 去爭取這一方面的業務 參與建設 事實上台商在這裡 也慢慢地完全融入在當地 像我來講 我就認為我就是珠海市人 迎著海風 我聽見了起航的汽笛聲 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乘風而來 在大灣區的壁灣裡 在新的起點上 不斷突破自我 在這邊工作的話呢 是她 呃 再來一次吧 所以其實妳是有點色口 對 有一點點色口 我叫簡文玲 我來自台灣台北 其實呢我以前是比較內向的 然後我之前做的工作 也偏向於內情的工作 所以比較少人有機會 去多跟更多人接觸和交流 是免費的 但我們這邊也會去參加那個分享會 然後如果有 當時會想要到珠海 也是看動了粵港澳的 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所以我就滿腔熱血的 就來到了珠海這邊 這份工作的話主要是 幫助兩岸的青年創業 可以提供一站式的落地的服務 其實我做重創空間這個行業 我才一年半左右 就已經從運營經理升職到空間負責人 我覺得我雖然是一個性格偏內向的人 但是我的心其實是一個 就是很開放跟包容的 我更願意去接觸很多新鮮的事物 包括這次採訪 我心裡面也是覺得有一些膽怯 但是我覺得 像我這麼平凡的人也可以 在大灣區發展得很好 一定要告訴島內的朋友 大家來到這裡就會有很大的機會 無論你是誰 無論你來自哪裡 在大灣區你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賽道 擁抱生活追逐夢想的過程中 我們也融在了一起 我是張凱哲 今年是12歲 我07年從台北來到珠海大陸 現在從事的行業是金屬製品 珠寶金品生產加工 我父親90年就開始投入珠海 一直從生產加工做的經營 從第一次90年我來到珠海的時候 工費海關的雜草都比我還高 那一直到這2000年之後的一些演變 大灣區的發展 可以說一個蓬勃 那一直在土費漲金的一個環境 這個獎牌是我們在北京2008年奧運 幫YONIX他們去製造一個特別的獎牌 通過奧運會的審核 我們是三家其中一家 可以去製造的 高分來是歐美比較多 那可是今年在中國內的國內成長 反而還比較習慣 占我們今年全工廠的30% 那我們還是滿有信心的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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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 3 4 2 3 3 2 4 4 我在這邊有參加很多體育賽果 在我們球隊各行各業都有 大家是通過體育的愛好 然後去一起總陸在一起 所以大家其實都是不同省分的人 聚集在珠海這裡 我覺得並沒有什麼差異 現在在球隊的建設 那同時我們後續還是有一些 把這個球隊也是營運成品牌化 我們會跟澳門的體育團隊去做結合 然後會有一些交流賽 我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發展 像美國NFL跟職業聯盟 那往這個方向去走 大陸去的生活 我覺得還是滿便利跟國際化 我們也可以在這裡享受到 那麼多選擇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慶幸跟快樂的一個地方 在這裡生活那麼久 我們也相信我們一定有一個重要角色 就是去跟我們島內的這些同胞 讓他們知道其實我們現在在大陸 生活非常好的 而且機會還比台灣多一些 我也經常去澳門或者在其他地方提倡 多一點過來內地去看看 因為現在的生活是很方便的 我認識很多人 從南亞歷史、新西蘭、英國、亞歷史 他們都都在這裡 很享受這個風格 歡迎大家來台灣區 來這個充滿狐狸人群的地方 我們無論你從哪裡來 我們都歡迎你 台灣區 大灣區 大灣區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等你 我們在這裡等你